吉安湘纳豆兰部落区会所 今年将重新提送新建计划 要进行湘、县和中央的都市计划 变更流程作业 湘名代表郁振华表示 他会持续监督乡公所 最终花连县政府和中央的作业流程 务必在今年度获得中央都市计划 通盘检讨认同 明年度才能顺利动工新建 吉安湘名代表郁振华表示 主旗更是性完善 而且永续的公共建设 为部落社区村林带来多元化 高频率的使用 纳豆兰部落人口高达3000多人 延续着过去的历史脉络 人文、地理、传习精神 而今年度最大的工程 就是完成江湘公所 花连县政府以及原住民族委员会 一层一层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通盘检讨 希望明年度能够落实新建 因为现在纳豆兰聚会所的建造流程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在目前为止就是这个都委会这里 那因为土地的取得到目前为止 在宋审的部分 其实在乡的部分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就这个部分在土地上面的这个 就都委会这一块 其实我们还要再持续的努力 那郑华未来也会在这个代表会 以及在跟这个乡公所的这个协调之下 能够立即在短时间之内 将这个所谓土地取得的部分 能够更加完善更加快速 以至于能够将这个指标性的聚会所 能够顺利建造完成 宇仲华表示 吉安乡原住民部落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部落聚会所 而在拿豆兰聚会所的规划上面 不仅召开多次内部会议 才能够达成初步的共识 以及在地文化需求 以及多元化适用性使用为导向 作为未来规划的方针 今年度它会持续监督 都市计划设定的程序作业 明年度才能够发报施工 记得终于节奏报道